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先感謝王院長今天早上接見我們 那我們也表達很多我們的訴求 那我今年22歲 我是民進黨籍前台中市長張文英的女兒 我同時也是民進黨黨員 我年紀一到我就立刻入黨 那我在此呼籲所有支持民進黨 愛護民進黨的朋友 同志法案是我們民進黨提出的 請你們一定要全力支持 但是除了民進黨之外 當然執政黨國民黨一定要有你們的支持 一定要有你們全力的支持 我們才有可能讓這個法案順利通過 那同志法案已經是一個人權議題 一定要跨越藍綠 那今年年底的選舉 我真的不希望有任何的政治人物 再拿同志來炒作 然後這個議題當然很嚴肅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以更寬闊的胸襟 來看待這樣的議題 三十年前我的母親張文英和師前主席 為人權奮鬥 坐牢 犧牲 流血流汗 現在民主有這樣 現在台灣的民主能夠有這樣的成績 我們真的非常感謝 也很感恩前輩給我們這麼樣的鼓勵 所以我今天更要站出來 傳承接報我媽媽當時所給我的這樣的鼓勵 所以我要出來支持同志法案 請你來回答 請你去公集我